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是老板的本身的 understanding digital revolution 其实有三个阶段 欢迎收听老板有话说 你好我是Tommy泽伟 今天来聊聊数码转型 这个数码转型的是全球趋势 但是根据统计 目前我国只有54%的中小企业 是还没有掌握这个数码化转型的趋势的 那另一方面大家很关注 就是利用AI或者是数码转型 它会给企业带来多大的一个效益 那今天节目我们就邀请到了 Internet Alliance互联网联盟协会主席 兼ClickAsia CEO Dr.Sani Oi 来一起聊聊这些课题 Hello Dr.Sani你好 Tommy早上好 AI还有数码化转型 其实对各个中小企业是很重要的 那它能够怎样帮助到 我们的这些企业老板们呢 其实AI到现在 已经困住我们每天的生活了 不是明天的趋势 是今天我们所遇到的 驾车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AI帮助我们做parking 它怎么样做到 其实它是一把那些大数据 它的那些patterns 怎么去驾那个车 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决定 在做生意的方面 各部门也是可以用AI的方式来帮助我们 我本身也是有一些公司 我在interview的时候 我有一些staff 我就觉得他写的英文是不会很好的 不过你在跟他们接触 你会说 做么他两三个月后 他会变得这样好 他写的英文 比我们更好 其实他用了很多AI的那个application 帮到他 其实我是在2019年 我是给马来西亚政府MDAQ 跟我们有时invite到去到阿里巴巴中国 我待了14天 在学中国怎么样去把数码化转型 他们各行业的东西 其中有一家公司我们去参考着 它是用一个AI的manifliction brand 怎么样把它做那个forecast 它是一个卖衣服的 其实你知道我们每个衣服的price tag 在我们去shopping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RFID tag在里面 那个就是一个SKU跟一个Tank 他把那个数字收集起来 你每一个人去拿一个testing 拿去test那个衣服的时候 他就把它转到一个大数据 在他工厂里面 他整家公司的live forecast 就是知道多少人拿什么尺寸 跟什么颜色 去那个changing room去试 他就把那个数字放在一起 在以前他们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他们可能用一些比较旧的数字 就用人的方式去做一个决定 就把那个forecast manifliction就走了 他现在是把真正市场的要求 马上变化 所以他就把整个那个process 变到不一样的 用AI跟big data的数字 做一个新的forecast 第一个example 我们去看 我是有去过阿里巴巴里面 有一个叫做菜鸟的公司 他们是一个运营 parser parser对 如果说你做parser公司 应该很多人公司嘛 不过我们进到里面看到 做什么这样少人公呢 他说他们也是用AI 来解决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 所以其实多数的人公司 在IT科技化 不是在用人力去做这个公司 第一个原因是 我觉得是老板的 本身的understanding digital revolution 其实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就是我们在20年前 我们用analog去到digital 那个project 我们叫做digitization 我们用email 第二个evolution 就是我们叫digitalization 你怎么开始用一些 可能是application accounting software HR software 这些东西 你已经用一些数码化的 software来帮助你的工作 第三个阶段 你就要把这些数码化的阶段 全部连接在起来 怎样把你的商业模式转型 其实整个数码转型 你要三个阶段 所以很多公司 每次在听到digitalization 跟digital transformation 他们已经有误解在那两个东西 他们是两个不一样的阶段 今天Dr.Sani上来有一个任务 就是其实有一个活动 马上要开始了 就是在10月9号 由Internet Alliance 举办的Internet Alliance Business Submit 互联网商业峰会2024 这次活动有什么亮点 值得我们去关注呢 今年我们的focus是有三大主题 怎样用AI时代的那些technology 帮到我们的生意 做生意的人去转型 第二主题是 因为你们用到宣布AI时代 我们也是今年 你看到政府也是 出了很多cyber security 我们刚刚政府也是 今年宣布了一个cyber security act 跟BDPAX这些东西 也是现有的 不过我们在做生意方面 全部东西把它放在云端里面 你都要一个很好的系统 去保护着你的data 因为data is information 是你的生意 所以cyber security team 会是一个continue 很重要的team 第三 我们在做这行业的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跟digital economy 我们把全部的系统 你Ilearn 拥有data center 你有cloud service 你有payment gateway 你有什么digital service 比如说是有ICT 都是帮到你生意 在每一个阶段 其实你看 economy的有上有下 不过在ID行业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industry 可以帮到每一个生意 怎么样更上一层楼 我觉得这三个team 就是我们今年的focus 下个礼拜 你可能可以看到 一些政府部门的人 可能我们有MDAC 我刚才讲的那些牌子 他们的每个人 都会有send delegates 我觉得做生意的人 每个人都是我们主要的顾客 中小期老板们 或是你是key decision maker 你要怎么把你的生意转型 你可以在那边看到很多概念 因为我们除了有讲节 有一个exhibition 我们还有一个exhibition 可以demo 给你们看一些solution 我们还有一个panelist 你有不一样的topic 可以address到你们的pin point 我们也是有邀请到 别的association的president 给他们看 for我们方面 SME association ESG association Malaysia FinTech association 他们都有一个panelist 在那边给你们讲解 在各行业他们的要求 需要做什么东西 才可以把你数码转型 给你们讲解释的东西 在那边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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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